回到中華文化講關帝 剛才我們講到鄧議員 其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這節 關帝出名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事蹟最重要的一個戰役 就是相反之戰 亦都是威震華夏所游離 鄧議員你怎樣看呢 因為相反之戰亦都有爭議 你怎樣看這個戰役呢 相反之戰的話 所謂的爭議就是大家得罪說他真的是冒炮 如果關公你不主動出擊北伐的話 就不會失敬周 因為關公幾乎動員所有的部隊都上了前線 後防相對空虛弱 打到曹操害怕 什麼叫威震華夏 曹操上千刀 避其封 避其銳 這個就不是關公自己好勇鬥狠自己去想 你想一下 你推本索原就是 諸葛亮和劉備 在一個龍中隊裡面 諸葛亮的戰略設計就是什麼呢 荊州要佔 隔離現在的四川省 當時叫做西川 是益州或者叫做 是兩邊齊頭並出的 當中原有時 什麼叫中原呢 就是曹操佔據的中原地方 當他那裏出現了內亂 事實上是發生了內亂的 軟城兵變 這個叫做軟城兵變 發生內亂的時候 這個就是要向北伐的時機 就是兩支軍隊齊頭並出 就是一上將率領荊州之眾北伐 這個不就是關公 帶荊州部隊就北伐 而劉備呢 就帶益州四川部隊 向北伐打 一個打長安一個打洛陽 這樣就天下可以定 所以這個不是關公自己自把自為發動北伐 不是 他是完全服從整個戰略的大局 而更何況當時是曹操是三條戰線作線的 中原大亂的了 第一 在曹操的首都葉城附近的軟城 就是河南省 軟城已經是曹操管治了20年的城市 竟然發生了大規模的兵變 由官到兵到民都作犯 是亂到這樣的地步 曹操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孫權也都在東面打合肥 曹操要頂著 而曹操自己的軍隊呢 就在漢中和劉備也頂著 三條戰戰作戰都未計關公出戰 在這個時候真的符合了 諸葛亮所說的中原有變 北方有變 關公就要出擊 如果在這個時候 關公按兵不動出擊 就很有問題了 中城有問題了 你就變成擁兵自重的軍閥 所以鄧議員 你這個說法就是 因為在這個商泛之戰裏 很多人就批評 關帝你不打就行了 你不打守住荊州 守住重要的軍事據點 就不會有將來的失荊州 這個看你今天解釋 不行的 他不可以這樣守住 他這樣守住 是違反軍令的 整個泰國都變成了 沒錯沒錯 從你的說法 我們很清晰地說 關帝是一個終於 一個完整的軍人 完完全全是服從軍令的軍人 沒錯 在我們心目中很高規格 不是他自己自把自圍 說去還是不去 雖然我們知道後來的結果 也有些 但是打仗也是這樣的 打仗很多事情 未必預測到 但是相反之戰 在關帝的戰術戰略上面 你覺得他有怎樣的部署 非常精彩 一般人打機反而會知道 一般人看戰爭 就看戰場 怎麼拼命拼命 但是你打機知道 有很多後勤 有後勤要搞定 在這個時候 關公他準備的 水陸並進 什麼叫水陸並進 他帶領的 主要是陸軍 就是步兵和騎兵 他以前主要都是陸軍 就是陸地行 但是陸軍所有的兵械糧草 你就不是跟著陸軍 就是很慢 古代的路沒有現代 最好就是水陸 水陸的成本低 效率高 所以 關公在駐守荆州 這麼長時間 他已經訓練了一支水軍 那支水軍既是運輸大隊 也能在水上作戰 所以相反之戰 他就是很精彩的 他的水軍 他的主力部隊 他的水軍的支重 就是軍械兩重 就是在湖南的雙江 去出發 入長江 入長江 再入漢江 因為相反 雙陽就是漢江之南 是 范城就是漢江之北 其實是同一個城市 不過是南 南方北岸 是的 然後關公的部隊 陸軍 就是主力部隊 攻城的部隊 就是陸地行 旁邊就是戰船 跟著他 大家是並排地去的 並排去到 這是第一件事 是厲害了 他截散成本 糧草他就快了 他的效率 水路一定快很多 第二件事 就是他 他不是按順序 先攻江南的雙陽 後攻江北的范城 他不是 他只是派人 看著南邊的雙陽 他的主力部隊 去攻江北的范城 理由很簡單 范城攻陷 你雙陽就孤軍 你就會投降 是 很厲害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水淹漆軍 對 沒錯 這個就是 我們說 他後來威震華 這個稱譽就是這樣 他去到范城的時候 十重六角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古代包圍的一個城市 很難說踏雲梯 他就在范城外 十層的包圍 十層的進攻攻勢 那些六角其實是 不讓馬衝過來的 現在你想想 現在沃烏戰爭的戰狼 大概是這個道理 十重 這些是很專業的軍人 才做這些設計 然後他就進攻 其實他不急 現在報了十重的包圍 你自己投降最好 我不用看這個 其實城內的守城 是曹操的親戚 曹操人 怕得不得了 就不斷要 曹操你派兵南下 夠了 搞不定了 而且你看見 完完不絕 在水上的戰船射貨 各種工程的器械 糧草 各種的供戰射貨 你在城上看見 是不是很大壓力 心理戰來的 慢慢跟你玩 曹操一來我想離開 二來他派兵南下 第一批援兵南下的時候 就跟關公對陣 關公叫十重六國 你圍著我 我們跟他打 結果把第一批援兵擊敗了 擊敗之後 就變成了 范城裡面的曹操人 就更加害怕了 然後第二批再來的時候 就是水淹七軍 所以就生禽了 水淹七軍 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分別 就在於什麼呢 三國演義很精彩 水淹七軍就是 關公鑽開了漢江的蹄花 水灌入到范城裡面 但是三國志就沒有記錄這件事 三國志就說 當時的天氣就下暴雨 水位漲漲都是浸的了 一定浸泛城 關公那種先見之門 自衛 軍事自衛 他就立刻命令所有的部隊 步兵騎兵上船 上船 我就坐在船上 你怎麼浸都沒有關係 有一個巧妙的地方就是 就是說關公帶的那支水軍的船 他是留了空位給自己的部隊上船 他不是說塌塌陷 我總之帶一百隻船來 一百隻都全部裝滿了 一些空位都沒有 根本士兵上不了船 他不是的 有先見之明 就是留了一些吉位 給自己的部隊順利撤退上船 同時船裡面裝滿了應有的糧草軍械 厲害 議員 你今天這樣說 我們完全都理解了 相反之戰裡面 我們有一些爭議性的問題 就是你的詳細解釋 相反之戰的結果 我們知道到後來也走默成 這個在軍事上我們說不到 也不是說 不能預測的 打仗就是打仗 不會說你打就贏 沒有一定是贏定的 你很難看他的對手四個將軍 四個將軍在三國時代都是一等一的名將 而且我覺得後來的走默成 是輸給一個不義之戰 就是因為宣權不守信樂 這個也是一個 慘的地方 輸給一個不義的人 議員 我又想關帝的武略 我們知道 其實他在軍事上重要的地方 剛才我們說到五虎將 五虎將裡面 基本上沒有一個 我也是這樣說 唯有關帝 鎮守荊州 獨當一面 其他都沒有 其他呢 逐個數 張飛都試過獨當一面 大概在現在的重慶一帶 是獨當一面 但問題是重慶那個不是前線 是後近 荊州是對著兩邊前線 北邊是曹操 東邊是宣權 張飛那個所在的地方 相對來說 都算是比較後方 另外一個 都是獨當一面 就是馬超 馬超三個演員很精彩 就是說關公的 漏他去比武 馬超是後來才加入 後來才加入 有點尷尬 但是馬超他做獨當一面 他最主要不是對著曹操 是對著西邊的那些僵 小數部族 因為他可能不排除 但是關帝守的 荊州是最重要的軍事 而且是最危險的 好 議員多謝你去到這裏 解釋了相反之戰 我們回來 轉轉題目 說說文化 好